欢迎讲所谓大德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今天呢是要讲阿弥陀经劝愿的部分 我们说信愿行 我们劝信的部分已经讲完了 我们就是讲到西方极乐世界那里 有七宝十八宫得水这个一宝的庄严 然后有阿弥陀佛 有观世音科有诸位的菩萨 都是我们的伴侣 好 那我们现在 然后他们都会说法 现在我们要讲的就是 西方极乐世界就是要劝我们要往生 叫我们要发愿 为什么我们要发愿 愿其实是一个菩提心 我们现在都受了菩萨戒 菩萨戒就是叫我们要发菩提心 那这个菩提心就是一个愿望 我们必须要发菩提心 才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你如果不发菩提心 你是不能够往生的 所以劝愿的部分 是叫你有坚固的菩提心 你说你真的想要离开六道的轮回 这一辈子我们真的要走了 你真的要离开六道的轮回了 那你必须有坚固的愿力 我这一辈子真的要艳离缩佛 心求极乐 这是我最后一世来这边投胎了 我再也不来投胎了 你必须要有这样子的出离心 有这样子的菩提心 你开始说我真的有愿力 我真的想要走 我真的要艳离缩佛 心求极乐 这是我最后一生 那你就要有这样子的愿力 那你这个愿力呢 是要在日常生活当中 时时刻刻 你就是要放下这个我 你要把这个我给放下 你放得下这个我 你才能够说 我真的想要离开这个人世界 如果你对每一件事情 对你的生活 对你的人事物 还是很执着的话 那就是没有愿 你真的是没有这个愿 没有这个愿真的要离开 真的要回家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事情 这是我们自己的生命 没有人能够带你修 但是你自己要下定决心 这个信愿行 这个信跟愿 它其实不是什么 它只是一个智慧的抉择 你要抉择说 我这一辈子真的要离开三界了 我再也不轮回了 那你就是要这样子的愿力 来过日子 那你就可以看淡人生的一切 你就不会再执着了 那我们就是来讲 偶一大师怎么样劝我们发愿 劝我们发愿 那我们有三个理由 告诉我们 为什么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因为我们能够顿超元症 这三个理由就是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生皆不退 我们就可以得到三不退转 我们在这里 每天都有退转的因缘 因为我们怎么样 里头的烦恼很多 那外面也有诱惑 所以每天都是在退转 叫你不要看电视 你一定要看电视 叫你不看爆 你一定要看爆 你就是每天 你不可能说 我每天都在道上面努力 因为你就是做不到 你每天都是退转的因缘 但是我们那边 到了那边 你就是三不退 你再也不会退 你没有 你时时刻刻 没有一时一刻 忘失你的菩提心 我每天都三不退 ok好 那再来第二个原因是 我们是要到那边 是可以成为一身补助 就是我们这一身就要成佛了 ok 你要恭喜你 如果你真的能够去 一身补助 你现在就可以 你这一身去西方 你就是再也不会死了 你永远就是保证你是成佛般了 你到了那边 只要你能够去 你就是一身就可以补佛位 一身就是你现在这一身 你现在这一身 你现在这一身 灵命中的时候 只要阿弥陀佛来了 你就当身就成就了 ok 所以这是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是 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上善一处 ok 你真的可以跟观世音菩萨 每天手牵着手一起学习 ok 你在这边 偶尔你可能有有因缘 你看到佛菩萨一下下 但是他没有办法 帮助你断烦恼 ok 他没有办法让你断贪嗔痴 因为你跟他的时间太短了 他献一下给你看 没有什么作用 但是你在那边 每天跟观世音菩萨学习 他教你 怎么观察苦空无常无我 怎么断贪嗔痴 怎么把这个我给降服 怎么能够正得我空法空 所以你这一辈子 就是能够到那边就可以成佛了 所以那个环境很好上善一处 所以第一个第二个叫做自公得身 我们自己本身的修行到那边 就永远不退 又可以成佛 然后他嫌圣片 就是说所有的 所有在那边西方的众生 都是大菩萨 都是等觉以上的菩萨 帮助我们修学 你再也不会有退转的因缘 你这一生保证就是成佛了 OK好那这个是三个原因 劝你要法院 一定要去 OK那这个 这个就是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这三个原因 OK 第一个原因就是身皆不退 也就是众生生者皆是阿皮拔制 阿皮拔制阿就是不 OK 阿皮拔就是退转 OK就是不退转叫做阿皮拔制 有的时候我们叫阿维悦至菩萨 阿维悦至菩萨 阿维悦至菩萨就是 你再也没有退转的因缘 OK 我们到那边呢 有三不退 三不退 就是为不退 行不退 念不退 OK 那这个 这个是三个层次的不退 其实就是你的念头 再也不会退失 你再也不会有一个贪心 称心 或者是愚痴心 你再也不会生起来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能够 叫胃不退 胃不退 胃不退 在账架是小称的叫呢 他就等于出国 OK 出国就是断了贱货 贱货我们说是我们最初的一个烦恼 就是我们的身贱 给贱结上面的错误 我们十二因缘 无名原形 我们是从什么地方生出来的 我们为什么会轮回 你可知道 轮回是来自于你的无名烦恶 无名就是不明白 佛说我们不明白什么 不明白没有一个我 你不明白没有我的存在 我是一个假象 你每天都为了你这个你 在过日子 但是佛说根本没有你 OK 你这个你是一个因缘合合的一个假 暂时的一个假象 但是因为我们执着有我 所以我们会轮回 这是轮回的原因 OK 所以我们就是要知道 你要是能够正道出国 能够断你这个我贱 OK 你就是入了圣流 就是说你已经不会再轮回了 叫做圣流 就是从六道的凡夫 变成一个圣人 OK 这个是最重要的一关 你只要是能够突破这一关 说不定我们在这边都修了好几辈子了 你好几辈子都是修行人 但是你从来都没有正道出国 因为你正道出国 你就是 你就不是这个样子 你正道出国的话 你就是 不会破戒 永远不破戒的 就算你投胎来人 你还是有七番生死 但是你来人世间的时候 自然不破戒 永远人家叫你破 你都永远不会破戒 那你就知道这是一个出国 OK好 那这个就是 基本上刚开始 我们要成一个凡 从一个凡人到一个圣人 你必须要断这个我贱 这是我的执着 自私自利 这颗心是轮回的因 OK 那佛叫我们修行 就是要断这个贱祸 这是基本的功夫 那再来第二个叫做行不退 这个行不退呢 就是我们说 藏通别 别教的时回向的菩萨 他是断了成沙祸 成沙祸就是 就是法职 见思祸是我职 成沙祸跟无名祸 是更细更细的烦恼 就是说你不是指自私 我们不是只有自私自利的烦恼 我们还有什么 对所有外面人事物的烦恼 这个都叫做成沙祸 像沙子一样这么多 就像有的人执着 我每天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 或是我的 我一定要穿红色的 或是我一定要什么 这个都是什么 执着 都是成沙祸 你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执着 这个都是菩萨要慢慢的 不只他要断掉自私自利 他还要断他对人事物所有的执着 可以叫做成沙祸 那这样子你就可以得到行不退 行不退 行不退是什么行不退 就是你恒度生的菩萨行不退 这个就是像我们 我们现在守菩萨戒 菩萨戒是什么 菩萨戒就是 你永远也不可以忘失你的菩提心 就是说你爱护众生的那个心 不可以有一点点断掉 就是你爱 你慈悲众生的心 你给众生的那个爱心 是永远不可以断的 这个叫做行不退 就是你恒度众生 恒度众生再也不会 对众生生气 不会讨厌任何的人 不会讲人家坏话 不会在背后说人家是非 这个都是已经破戒了 都是已经破 那这个菩萨它是恒度生 永远都是爱护众生的 叫做行不退 那你这个就是到了菩萨行不退的程度 那再来呢就是第三种 叫做念不退 念不退 就要当到登地的菩萨 使住使行 就是使回想 再来就是实地 实地就是你登地 登地就是说你已经正得破一分 无名正一分法身 就是说你的佛性的法身就开显出来了 只要你能够断无名烦恼 就是最细最细的那个法制 你就可以成为一个登地的法身大事 那这个时候呢你的念念都会进入梭婆落海 梭婆落海就是我们的一切种子的大海 就是佛的大海 就是说你每一个念 这个字你每一个念头都是佛的念头 你每一个念头都是佛菩萨的念头 所以这个叫做最高层一层的不退 就是念不退 所以佛保证我们 只要你来西方极乐世界 就算你是下下品来的 你是五逆十二来的 只要你能够来 我都保证你怎么样 三不退 你看世界上有这么好的事情是说 只要你能够来 你这层下下品 你都是阿皮靶制 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去就是这样子 因为这样子 你做一个大菩萨 跟你去堕道三二道 这个是很大的差别 这个你要选择 你到底要去哪里 你这一生为什么要修学净土法门 因为我不要再轮回 我不要再去三二道 我不要再投胎 所以我必须要正得不退 那我就必须要去西方 因为你这个要自己修的话 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们要断一瓶的剑或 雪公老师说他一瓶都没有断 他都没有断 我们断 就是不太可能 但是我们就是 我们就是尽量断 但是我们要真的把它 我们真的 我们要扶住它 但是要断掉它 真的是很难很难 你就要入圣流 快要成为一个阿罗汉这样子 所以我们到了西方 身皆不退 都是一个阿毗八制的 阿维悦制的菩萨 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因 那第二个原因呢 我们往生就可以成为 一身补处的菩萨 一身就是说 你这一身 你就可以补佛的位置 你知道这个是多厉害吗 这个是 这个是比念不退还要上面 这个是出地的菩萨 这个等觉菩萨是十地以后才是等觉啊 就是十性十处十行十回向到十地 然后呢才是等觉 所以这个是最高的 再一层就是佛了 这是等觉 妙觉就是佛 所以你可以在那里一直修 从阿毗八一直修 修到一身补处 除非呢你自己很喜欢度众生 那你可以 你可以念不退 你到出地以后 发生大事以后 你就先来娑婆世界度众生 这个叫做 随愿修短愿 就是在四十八大愿中其中的一个愿 如果你不想要一直待在西方 到你修到一身补处 你可以先回来 你度你有缘的众生 要是你悲心真的很重的话 那你可以先回来 那这个是 那这个 为什么我们到西方 很多人都可以修到一身补处 就是一身补处就是 只一身补佛位如弥勒观音 你可知道你的接位会是如何 你将会像弥勒菩萨观音菩萨 弥勒菩萨是补娑婆世界 释迦摩尼佛的位置 观音菩萨是补西方极乐世界 奥密陀佛的位置 就是奥密陀佛退休 就是观音菩萨做佛 一个佛徒做一个佛 那我们这里的教主是释迦摩尼佛 然后他退休以后 就是弥勒菩萨来补他的位置 所以他就是这里的托补佛 所以你可知道你到了西方 你就跟他们是一样的 接位 你就是跟弥勒观音是一样的 你就知道这个是做神奇的一件事情 所以为了这个 你也要拼命的发愿求生净土 这个是这个原因 然后呢 还有呢 这个一生补出我们华颜经 华颜经 普贤十大愿亡 倒归极乐 也是可以成为一生成佛的法门 因为我们在佛教啊 最大的一部经叫做华颜经 OK 大家都公认是最好最大的一部经 就是佛成佛以后就是讲华颜经 就是讲到佛的那个富贵 可以知道成佛是什么样子的 那这个华颜经里头讲说 我们是可以一生成佛的 但是你可知道 这个华颜经到了最后 还是怎么样 还是普贤菩萨 他发了十大愿亡 他最后还是怎么样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就是说 他是怎么样可以一生成佛的 他还是靠什么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OK 所以这个法门就是说 净土法门是不可思议 就是说不管是大菩萨 他们是发了十大愿亡的大菩萨 他们还是倒归极乐 就是还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我们大家都读过普贤恨愿品 恨愿品 那就是普贤菩萨他就是发十大愿亡 他自理尽诸佛称赞如来 广修贡养 忏悔业障 随喜功德 请转法轮 请佛注释 常随佛学 横顺众生 普皆悔相 这个其实就是菩提心的一个表现 所以为什么你要读十大愿亡 为什么你要拜八十八佛 其实就是告诉你 你要发像普贤菩萨这样广大的菩提心 你才可以往生西方 OK 那为什么我们都要拜颤 为什么要拜八十八佛 这个八十八就是普贤菩萨的那个仪轨 为什么 因为你要忏悔 我们不是忏悔某一件事情 其实我们拜颤不是说做那个仪轨 或是我们颤某一件事情 说说我堕胎 或是什么我就颤这件事 不是这样颤的 你真正要忏悔的是 你为什么还在轮回 你为什么累世节修行 你为什么还在人世间 你为什么还要流转 你要跟佛忏悔 我为什么放不下这个我 为什么我一知生死轮回不息 你要忏悔你这个无名的因 才是真正的在道理上面的忏悔 真实心来忏悔你的业障 那这个就是普贤菩萨 他们还是倒归极乐 那这个是第二个原因 那第三个原因呢 就是身到西方 我们就可以上善一处 上善就是等觉菩萨 就是一生不处的菩萨 他们叫做上善 上善都聚在一起 你知道这个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我们在娑婆世界 娑婆世界 我们现在这个地方 也叫做凡圣同居徒 但是你有看到圣人吗? 你看不到圣人 这里可能在西马拉阳山有阿罗汉 但是你看不到他 你也没有办法跟他接触 因为你没有这样的因缘 因为我们是在娑婆世界 你没有办法跟圣人呢 就是接触 你就没有办法跟他接触 你就没有办法修行 你就没有办法听法 你就没有办法证悟 那所以就是 我们要是在娑婆世界 寻常是平常的时候 你可以有时候看到圣人 但是圣人呢 他等到他灰身明治了 就是阿罗汉他们慢慢修修到 离开这个人世间了 叫灰身明治 就是他不要这个身体了 离开这个人世间 那你也是没有办法跟他在一起 那有的菩萨呢 叫全圣 全圣就是视线给你看的 有时候观世音菩萨 他有三十二应生 会来你的生活 会映现给你看 会来映在你的生命当中 但是这个时候怎么样 这个时候是很短暂的 他是全圣激进 就是说 那个缘分一过了 就没有了 或是他来门里门口敲一下门 你也不知道他是谁 敲一下他要你供样 你没供样 他也就走了 所以你没有真的办法 有办法跟圣人共处在一起 没有办法跟圣人共处在一起 你就很难能够听得到法 就很难够能够修正 这是等于是不太可能了 那这个就是 所以我们在平常的时候 都很难 很难能够跟圣人在一起 然后就算是佛在世的那个时候 圣人也是如真如銳 就是像珍宝一样 如你的那个人銳很少很少 是很难得你才有 印度有这么多人 其实不是那时候每个人都看到佛的 没有很少人看到佛的 看到佛还有很多不信的 还有很多不信 那是为什么 因为大家业力的关系 还是没有办法成就 所以就算是佛在世 你也很难能够跟圣人在一起 但是西方极乐世界就不一样了 西方极乐世界是 你每天都跟上善一处的菩萨 如师如友 他就是观世音菩萨 就是你的老师 就是你的好朋友 如师如友 然后如熏如虎 熏跟虎是两种乐器 古时候的乐器 这是两个要一起合奏的 合奏才会谈得出来 才好听 才和谐 那就是说 你跟这些菩萨 大家一起修行 怎么样 同敬无名 你们一起的断无名或 然后你们一起同登妙诀 就是你们一起成佛 你知道这个是多快乐的事情 你可以跟这些大菩萨一起断烦恼 一起成佛 所以就是我们在劝信的部分 都是在讲有违法 就是说那里七宝池啊 八公得水啊 这些有景象的东西 要你去相信 可是到了劝怨的部分 都是教你怎么样 你要修行 你要成佛 这个是主要你要去的原因 你真的这一生可以成佛的 只要你能够往生 这个不是开玩笑的 这个也就是很现实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当生 你只要能够去 你就是已经保证你成佛了 保证班 你就保证你就是成佛了 所以这个是上上一处是非常重要的 那这些事情是怎么样成就的 偶一大师呢 他就说是三力所成就的 西方极的世界 这些这么美妙的事情是怎么样成就的 其实就是因为我们有佛力 有法力 然后有心力 所以成就了这样子的事情 所以偶一大师说 我们呢 大势因缘同居一关 最难透脱 什么大势因缘 OK 我们活着到底是为什么 我们什么因 我们为什么要活着 什么事情是大势 成佛是大势 佛讲法华经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要入佛之间 OK 我们每一个人本具都有佛性 为什么我们不能成佛 因为我们就是没有明白这个佛性的道理 OK 所以我们的大势因缘就是成佛这件事情 但是在成佛这件事情当中 同居一关最难透脱 同居就是说你从一个凡夫到一个圣人 就是说你要到这个出国这一关 你就是过不去 这个是最难透脱 就是说你根本就是过不去 因为你一直有 你有我值 就会有分段生死 你就要一直投胎 只要你还有这个我 你就是 你这个灵命中的时候 你就是要去投胎 你就要 你有跟你的业力 就算你再做一个人好了 你到一个富贵人家 也是恩恩怨怨啊 也是有好有坏 也是很痛苦的 也是只要你在三界当中 没有一个快乐的时候 没有一个快乐的地方 没有一个快乐的地方 所以我们只要 我们从凡夫到圣人这关 我们就是透不过去 就是过不去 只有靠欧弥陀佛 你要明白这个轮回的真相啊 你才真的想要去西方 你真的 你要是不了解轮回 你不了解十二因缘 你不了解苦极灭道 你是不会想要求生 你不会真的想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你必须了解轮回这件事情 是非常可怕的 你必须要了解 而且不是别人的事情 是你自己的事情 因为你一定会死 你一定要投胎 没有人可以避免的 所以你必须要思维佛法 了解这件事情 你才会认真的念这一句 阿弥陀佛支持名号求生净土 因为我们时间已经不多了 可能剩下几年几十年 不一定了 很快就要走了 所以就是要在这个事情上面下功夫 那你真的了解了这一件 大事因缘的大事 你才会怎么样 了此方能深信弥陀的愿意 你可知道 阿弥陀佛 他是为了你 创造这一句阿弥陀佛的佛号 因为他知道你 就是你怎么样到出国都到不了 你就是怎么样修 你就是没有办法断这个我 我就是很大 就是断不了 所以他就创造了这句佛号 你就念这一句佛号 然后呢 你就慢慢开显你的佛性 然后慢慢放下你的我值 慢慢的放下 所以你才能够相信 弥陀的愿力不可思议 他对我们的恩德 不是你可以想象的 所以你看到佛 阿弥陀佛的佛像 你应该真的是感动的痛哭流泪 因为他对我们实在是太好了 OK 他给我们这一个名号 让我们念 让我们有机会 离开轮回 更不然的话 我们在末法时期 根本是没有机会出轮回的 根本没有指望的 你没有指望 为不退念不退行 根本是没有指望的 但是阿弥陀佛 他知道我们没有指望 所以 赶快发四十八大愿 度我们 救我们 不然我们是出不去的 永远是出不去的 所以你要相信 才能够相信佛的愿力 那你信了佛力 你才会深信 名号的功德 这句阿弥陀佛 对你是什么意思 代表的什么 对你代表什么 这是一件很现实的信 对你代表 我们是在那边唱歌吗 唱歌吗 很好听吗 这个不是唱歌 这是要怎么样 这句 你离开了这句佛号 你就是要投胎了 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 你离开了阿弥陀佛 你就是要转世 就是要投胎了 你就是两个选嘛 你就是去西方 或者是你就是去投胎 就是没有别的选了嘛 对不对 所以离开了佛号 表示 你要去投胎 所以你对这句佛号 你要直持着不放 就是说你时时刻刻 你一念阿弥陀佛 他就是无量光 就是无量寿 就代表着你本具的佛性 他是无量光 无量寿的 那你念这句佛号 你就要觉 你要觉悟 你当你想要生气的时候 你念这句阿弥陀佛 就要怎么样 不生气 你要觉 念佛 就是佛者觉也 佛者觉也 你要就是真的醒过来 念这句阿弥陀佛 他不是一个音声 不是一个音声 只是一个声音 他代表的是你的觉性 他代表的是你自己本具的佛性 所以你一念佛 你就要想 我现在在贪 我现在在吃 我要关照 关照我的信念 因为我想要成佛 我不可以再贪 不可以再撑 不可以再吃 不可以再继续我的我值 那这个 你就要知道这个佛号 对你的生命 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你离开了他 就表示没有希望了 没有希望了 就是去投胎了 那再来 你相信持民 你才能够方能生性 五人的心性 你才会知道 你自己的佛性 有多么的伟大 我们很多 我们大家呢 平时的都没有去承担 我们的佛性 你知道你本来就是 你本来就是 纯净纯善的 你本来是没有贪嗔痴的 你是后来被污染染成这个样子 你本来就是佛的 所以你要实时告诉你自己 我有佛性 我可以成佛 我是纯净纯善的 我是完美的 我是 本来我就是完美的 我本来就是没有恶念 我本来就是全部都是善念 你就要赶快告诉你自己 那这样子你会 越来越善 你会越来越善 因为你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 你现在会造恶 你现在会两舌 会恶口 会邪淫 这个都是你后来学来的 你本来不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你要常常告诉你自己 我真的有佛性 我真的可以成佛 那你念这句 就是奥密陀佛 就是脱笔名号 显我自信 为什么念佛 其实念佛 就代表着我要开显 我本具的佛性 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大事因缘 梭博世界这件事情都不太重要 重要是怎么样 我可以成佛 你知道你可以成佛吗 你要相信这件事情 我们平常都没有在思维这件事情 因为你没有深入经葬 你没有学习佛法 你没有真正的学习佛法 那你真正的学习的时候 真的是大事因缘 大事因缘就是入佛的知见 这个是所有的佛经 都是在讲这一句大事因缘 就是你成佛这件事情 你是可以成佛的 你只要顿悟起来 你只要明白你的心性的道理 其实你马上就正念了 你马上就是佛了 就是原教的思想嘛 你就是世心做佛 世心就是佛了 你一念醒过来 你现在的当下就是佛了 所以你要相信你心性的道理 那最后呢 偶依大师呢 就做一个总结 他说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在于我们的性跟愿 那如果我们具足了 我们真的有性 真的有愿 真的想要离开三界 真的不想要轮回了 你临终十念 一念都可以去 你真的有信愿的话 一念都可以去 你不用念这么多的 你真的具足信愿 你真的放下了我职 你真的 不再看电视了 真的不再看报纸 你真的放下了 你真的放下了 你真的不跟人家计较了 你真的不跟人家计较 真的不跟人家吵了 真的不跟人家发脾气了 你真的放下了 你真的不爱这个我了 那你一念都可以去 所以他只是 信愿呢是一个智慧 它不是一个定力 它不是一个定力 不是说你佛号念多少 或是我今天念一万声两万声 或是我念的多定 这个只是基本的功夫 不是说我念佛念的多好 是你怎么样 是你有没有放下 你有没有放下 你有没有放下 你有没有放下这个我 你有没有放下 你的贪爱 你贪爱你的家人 你贪爱你的钱财 你贪爱 你贪爱我自己的身体 我们很 我们最爱的其实是谁 是自己 最爱的是自己 最爱是自己的这个身体 我们累了 我们就是要休息 我不要去做事 我不要去帮人了 我累了 我累了 我要休息 那这个都是怎么样 这都是我执 其实我们都活在自己的我执 那这个 这个就是 你我执很重 你的菩提心 就是发不出来 因为菩提心就是为别人嘛 为别人 那你都是为自己的话 你那个菩提心就是不太真实 那我们虽然守了菩萨戒 但是那个我还是很大 还是很大 但是就是慢慢修 就是守戒 其实是一个开始 它不是一个结束 不是说我们已经成功了 守菩萨戒 我们是刚开始学 你是要守菩萨戒 它是一个开始而已 OK好 那所以 你只要真的具足了真实的信愿 你十念一念 亦觉得胜 这个是偶一大师的话 你一定可以去 因为你 你整个人就是跟法相应 你的整个人的心是跟法相应的 那你就是念一句 阿弥陀佛 佛都来 都来 马上就来 那是看你 你心里素质的问题 不是你佛号念的好不好的问题 是你心里的素质的问题 OK 那再来呢 如果你没有真实的信愿 但是你佛号念的很好 OK 风吹不入 雨打不失如 铜墙铁壁 就是说 你念的那个佛号真的是 心于所言 专一安住 相续安住 阿弥陀佛 你都念的很好 真的都不打妄想 OK 你能够念到这个样子 但是 你没有真的想要去西方 你也不想要出轮回 你这个 不能去 你不能去 你念的再好 都不能去 OK 所以 所以往生与佛 在信愿之有无 OK 所以这个 所以今天要讲的就是告诉你 我们必须要发愿 那这个愿 其实就是菩提愿 菩提愿 菩提愿就是 我要出三界 我要成佛 OK 你必须每天要有这样子的思想 我要出三界 我要成佛 而且是 我是可以做到的 因为我本来就有佛性 OK 所以今天就是在讲劝愿的部分 我们下次就是要劝行 怎么样支持这句 阿弥陀佛 好 那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